嘉义市是国民党南部唯一执政的县市 不过在这次选举当中 还是从蓝天变成绿地 民进党市长候选人 突醒哲以7万7千票胜出 打败国民党候选人 陈以珍的6万6千票 拿下嘉义市执政权 未来嘉义关系合作 一定就是你对吗 对 突醒哲以7万4千票 为民进党在嘉义市取下版图 翻转蓝天变绿地 而落选的国民党候选人陈以6万6千票落选 向台下相亲鞠躬 发表致辞时更速度哽咽 同样败选的国民党嘉义县候选人 汪崇军 精选总部现场冷清 而民进党嘉义县长候选人张花冠 从一开票就遥遥领先 还没等开票结束就自行宣布当选 嘉义县长张花冠顺利连任 而嘉义市是国民党在南部 唯一执政的县市没有锁住嘉义市对国民党可说是一大警讯 新唐人亚特电视嘉义纵客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